2圓啊 看照啦 拜託 我看了要轉去哪 不可以講嗎 這在這裡不可以啦 我跟你消費的咧 吃壯吃人的影片 你看 台南北區花園夜市25日初四晚上 發生一起口角衝突 黃信女網友控訴自己 到台南花園夜市購買草莓甜點 消費完就被攤販老闆娘要求 不要擋在我的攤子前面 並辱罵寒酸吃不起 破麻 雙方爆發口角衝突 引起熱議 老闆娘還原當時經過 表示一開始黃女買完之後 她有看到其他客人想接近消費 於是請對方讓一讓 結果被誤會是在感人 對方氣得把蛋糕摔在攤位上 並要求退款 她才因此被激怒 事後店家PO文道歉表示 謝謝大家的批評跟指教 會虛心檢討自己的言行舉止 願意以做公益的方式換取原諒 但網友仍不買單 該篇道歉文也已經刪除 本案本文局並會接獲報案 雙方當事人依偽到本文局提出告訴 當事人如果提告 將依規定受理 呼籲遇有消費糾紛 因心平氣和理性處理 大樓窗戶周圍的白色瓷磚上 血跡斑斑 一位女子沉屍在下方的中庭 她先砍殺閨蜜十六刀奪命 再墜樓同歸於盡 驚悚的命案疑似起於債務糾紛 她一直說她被騙下來 她說她在桃園好好 來到高雄來人生地不成 她在桃園住了二十幾年 她就是老代 所以有那個什麼 有問題所以才被騙 警方調查 雙贤張姓女子把桃園的房子 交給從事房產投資的閨蜜 邱姓女子去賣 所得四百萬元 繼續由閨蜜投資 甚至從桃園搬到高雄左營 和閨蜜同居 可見關係緊密 經過我們警方初步調查 邱女及張女 疑似有金錢投資失利等糾紛 69歲的凶嫌不滿投資失利 懷疑是閨A前 雙方吵了好幾次 她也經常向大樓管理員抱怨 29日清晨6點多 她突然拿了一罐染髮劑 給管理員說自己用不到了 接著轉身上樓 沒想到盡視一言 她就跟我說這個染髮劑很好 她用不到了 要給我 就這樣子而已 那妳那時候覺得她的 講話的生氣 都很正常啊 正常 比平常都正常多了 有沒有生氣不開心之類的 沒有耶 沒有 平常還會抱怨一下 今天反而沒有抱怨 到了上午8點多 凶嫌突然墜樓身亡 警方趕往她的住處調查 才發現52歲的閨蜜 被亂刀砍死 閨蜜的女兒在房裡 渾然不知 她女兒是當時 是住在樓中樓的夾城上面 所以說發生什麼事情 目前她也是不知道的 知道我們警方 請屋主開鎖進去的話 她才了解這個事情 一對閨蜜為了錢 反目成仇 釀成兩死悲劇 令人不勝唏嘘 不過詳細案發原因 仍帶警方調查 我打來 妳要反應嗎 台南龍騎182縣道 再傳死亡車禍 52歲秋信機車騎士 29日已失控 自撞路邊護欄 人車滑落山溝 經救護車送醫 人重傷不治身亡 全案由歸人分局 報警檢察官相宴調查中 1月29日下午4點38分 秋信駕駛騎乘機車 行駛到台南龍騎182縣道 西向東 疑似失控 自撞路邊護欄 經救護車送醫後 人傷重不治 肇事原因 本分局正在調查釐清中 任何瞇 故事 幸梅 核心 小人 小人 貓 高人 高人 小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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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直接倒車嗎 我沒注意到你 我跟妳道歉 你為什麼要這樣罵人 你這樣對嗎 你覺得你這樣開車對嗎 我跟妳道歉啊 道歉就有用嗎 你違規了你知道嗎 我現在跟妳道歉 你知道為什麼要違規嗎 我現在先跟妳道歉 那你知道什麼叫違規嗎 你可以把路名放上去 我可以開發單 你這樣罵人對嗎 我哪裡不對了 所以你說你對是不是 我對啊 哪裡不對 來來 桃園一名黃信男子28日 駕駛特斯拉行進中壢區 弘陽路尋找店家 因為過年期間人少車少 為注意路況便於路中 停車倒車 後方32歲理性歧視 險些遭撞 怒暗喇叭並痛飆國罵 黃男不甘受辱 開車追上 雙方當場爆發激烈口叫 就是不針對妳不爽的態度啊 喔 這樣要講態度喔 那妳知道為什麼 我態度會不好嗎 我知道啊 那妳有必要講髒話嗎 是誰引起的 妳有必要講髒話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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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要這樣 妳知道妳被籃下來 原因是什麼嗎 那每一個人擋到 就可以用講髒話是不是 廢話喔 不然架招要幹嘛 架招要幹嘛 沒關係 我問妳架招要幹嘛啦 我問妳啦 架招要幹嘛 跑到架招就是XX的 路上開來放可以倒車 警方到場後 雙方情緒逐漸緩解 經調解及勸導 均表示過年期間 不願意追究 互相道歉後離去 化解這場糾紛